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食材篇 带您探寻山水风物 一碗手工面为何要耗时三个小时 真是纯手工 一碗熬煮四个小时的汤究竟有多少配料 比例又是不能说的 一碗牛肉面如何开启一天的热辣生活 这么多人排队呢 作为面焦头的猪大肠为何没有腥味 大肠怎么是那个颜色的 陕西汉中人制作画面为什么要追赶太阳的脚步 肉王子 味道调查员带您去探寻 全国各地面条的不同做法 在中国面条有着悠久的历史 东汉的煮饼 魏晋的汤饼 面条既是经济饱富的主食 又是可登大雅之堂的上家美食 无论你用怎样的食材 都可以搭配它做出一碗美味 面条除了制作简单 它还具有百搭的包容性 可以和大部分的食材相结合 今天味道调查员就带您走南闯北 探寻面条的不同做法 在具有江南水香韵味的江苏省镇江市 我找到一对师徒 在鸡打面条独霸天下的今天 他们师徒二人坚持手工制作面条 制作简单的一碗素面 需要耗费三个小时 而价格却只卖四元 是我腿短吗 同样在江苏省镇江市 居然有一位研究面汤 二十多年的民间大厨 凭借一锅汤 每天卖出八百多碗面 成为当地的美食地标 到底是怎样的一锅汤 能让他家的面 深受镇江人喜爱 这个酱油可是真贵了 对适辣的湖北襄阳人来说 每天清晨必有一场 轰轰烈烈的吃面大战 一碗麻辣鲜香的牛肉面 搭配一碗地道的黄酒 吃过的人都说 吃出了牛油火锅的感觉 吃着火锅 这个涮着面条的感觉 在浙江省离水市松阳县 有一家传承了四代人的小面馆 人气爆棚 一碗普通的面条搭配多种焦头 赤红的猪大肠 肥厚的五花肉 这样的面焦头 究竟能使百鲜面的味道 有多浓郁 这一碗面条真的是诚意满满 要说吃面一定要到陕西 面条是陕西最普通 最便捷的一道美食 在陕西省汉中市阳县 制作一种手工挂面 需要跟随太阳的脚步 三个小时的和面 饧面 外加十几道工序 这碗面的滋味 究竟有多诱人 有韧性又很嫩 味道调查员即将出发 带您走南闯北 探寻不同地域 面条的不同吃法 我们调查的第一站 是一座独具江南水箱 运味的城市 江苏省镇江市 正所谓南米北面 在地道的南方城市 镇江 怎样才能探寻到 面条的独特滋味呢 这您就要听我慢慢道来 对江苏镇江人来说 开启每一天的生活 靠的就是那一碗碗 热气腾腾的面条 一根油条 一碗面 几乎成为镇江人 早餐的标配 明目繁多的各色招牌 难以计数的路边小面馆 一波又一波时刻 无不昭示着这座江南城市 对面食的庞大需求 而镇江也在 最具市井生活的烟火器中 慢慢醒来 在镇江的大街小巷呢 各式各样的面馆 可以说是不计其数 那在这其中呢 最有代表性的 应该算是镇江人 引以为傲的锅盖面了 据说啊 在高兹 有一家小面馆啊 至今仍然保留着 传统锅盖面的制作方法 那这样做出来的面 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这样吧 咱们先去找找这家店在哪 走 左轨 一直往前跑 然后呢 在那小菜场那间 它是祖祖人 是祖传的是吧 姓陈 姓陈 陈姬 这么小的牌子 要不是大爷说 我根本就看不到这个 小刀名陈姬 好好好 我得引路人 咱进去看看走 店里就只有师父 与徒弟俩人 师父名叫陈公俭 负责下面 徒弟名叫寒露 负责面条加工 每个顾客都是自己去灶台端面 听着大家稀溜稀溜的声音 我肚子里的蝉虫也被勾起来了 师父真好 我看这个面条红红亮亮的 很有食欲的 可能也先先要一碗 是非常吗 是 你还要水一下 这个动作 对对 这个动作好漂亮 这个动作我摔不起来 四年了都没摔不起 你来试试吧 摔不起摔不起 你跟师父学了四年是吧 对 就那个摔面不会嘛 它一摔摔得不好的话 一摔就炸到人了 我把汤都吃掉 哎呦真是 我们从南京跑过来 特地吃的 尝一尝 好吃的吧 一斤道 一脚筋 就是酱油和猪油 加点小葱那种香味 感觉像是你妈妈 给你做了一碗面 好吃吗 好吃 这是我吃过最简单的一碗面了 只有酱油 猪油和葱花 猪油提供了油脂的香气 使面入口圆润爽滑 酱油虽然是极简单的调味品 但是在镇江 每家面店的酱油都是特制的 味面增加了咸鲜香气 最后再加入一点葱花 味面带来一丝清香味 师父 锅盘怎么比这个锅还小呢 它就是会开水 就是它不会沸是吗 对 它就不会溢出来 不会溢出来的水 在镇江流传着颇具顺口溜色彩的三怪窑 香醋摆不坏 大锅里煮小锅盖 其中大锅里煮小锅盖指的就是锅盖面 大锅里挑着小锅盖 四周透气 但面汤不外溢 在面汤沸腾的时候 由于锅盖压在沸腾的地方 不会产生一锅铺汤的现象 面始终处于高温强力煮的过程中 煮熟的面条就更筋道 而山木锅盖特有的木香 也为面汤增添了另一重香味 下午三点 徒弟寒露开始和面 每天他要完成三次这样的和面工作 我开始对镇江这最简单 却很火爆的锅盖面 进行近距离调查 你首先让它动起来都不容易 一个方向是吧 对 我不动了吧 对对 得交换一下 一次活几千克面并不难 但是一次活十千克的面 那就非常有难度了 师傅这揉个面都不容易 您是天生有天赋 你看我活着 我不想你这么切 我看您那么轻松的感觉 我就觉得超不起来 就觉得那个关节啊 就蹭得疼 揉声你们这样 真是有点费劲 听到那个关节 咔啦咔啦那声音 一按就断了 不至于不至于 劲儿大了很 在我国历史上 发生过几次大规模的人口难迁 镇江位于长江下游南岸 中原移民沿着长江 先后涌入镇江 中原文化在这里落地生根 镇江逐渐呈现出 南北兼容的气质 京杭大运河开通之后 镇江逐渐成为交通枢纽 和曹运咽喉 南北融合进一步加深 江南阴雨潮湿 和面的过程中要加入碱水 加入碱水的面条更有弹性 好吃的面条 却要付出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 就放这了 揉面三十五分钟 我是又僵又冷 接下来我可以暖和暖和了 我觉得两个脚都离开 人都坐不过 压到手了 是我腿短吗 是单腿跳 屁股震到了 跳面比那个揉面和和面 有意思多 将揉好的几块面饼 拼成一大块 竹杠压在面团上 人斜坐在竹杠上 单腿上下跳跃 在我看来 这是最健康的有氧运动了 简单重复的动作 不仅需要体力与耐力 还需要技巧 跳空了之后 这个就会断 你有没有跳段过 三天 三天呢 对 一个半小时之后 经过反复挤压的面团 变得光亮洁白 而富有弹性 因为它长嘛 所以两个人一起配合的是吧 对 太不容易了 真是纯手工 裹面三十五分钟 压面花费了一个半小时 压好的面饼 需要抓紧时间 进行再次滚压 按陈师傅的标准 这块接近二十厘米厚的面饼 最终压到一点五毫米才算合格 按师徒俩熟练工的节奏 至少都得半小时 而且让我压力更大的是 师傅就在一边坐着 笑而不语 我怎么觉得 有种进行期末考试的感觉呢 还得到了 多久 最多还有十分钟 坚持不了了 师傅来救我了是吗 哇 这把刀那真是炸糕是吧 是我师傅的爷爷的他用的 陈师傅手里的这把刀 有着一百多年的历史 是从祖辈传承到今天 刀的形状很特殊 长五十厘米 重量接近八千克 除了把手 另一头也是长棍状 那是为了在切面的过程中 成为支点 如此笨重的刀 究竟如何才能将叠好的面饼 切成宽约0.5厘米的面条呢 他来回来要拉 要有叉叉的声音 叉了没有 好 一定要集中精神这个 不要让你的手指在下面 切了一根特别粗的 我感觉 这能下吗 能下 能下是吗 太怕 就老怕那个刀飘了 六十多岁的成功检老师傅告诉我 在镇江 今天用传统工艺做面的人 已经不多了 二十八岁的时候 他从父亲手上接过面店 虽说是小本经营 却不敢有丝毫懈怠 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准备 每十千克面粉变成一根根面条 需要三小时的劳作 这些面条成为街坊四龄 每日不可或缺的味道 很严厉的 先告诉你 你能干你就干 不能干 你真的不要来 后来想通了 就来了 就是想把这个传承下去 因为我们不传承下去之后 这东西就没了 四年前 三十多岁的徒弟 因为特别喜欢家乡的味道 登门拜师 陈师傅的工作才变得相对轻松起来 传统的生计也有了新的传承 一碗锅盖面 定格了镇江人对面条的回忆 也成为师徒之间温情传承的见证 而接下来 我要在镇江寻找的下一碗面 归功于一锅汤 这锅汤经过二十多年的不断研制改良 才有了如今的味道 子 et哥 想 说 乌之百 匙 一百十裤 二十 den 很远 这么早就排队了 崇欣 你好 电视上看的 我特别喜欢你 就是种木档 到午11天 这么早就有这么多人吃面了 对呀 人家五点多一点就来吃了 那你们起不是起得更早 四点半就起来了 董亮大哥每天早上的第一件工作是 将140千克面条分解为700到800份小面团 小小的面馆每天平均要卖800多碗面 一碗面的制作时间大概需要45秒 八个工人各司其职 整个店面紧凑忙碌而有序 你颠颠看 行 就这样 就是吧 差不多 国庆节的话那一天要卖到1300万 哇 1300 太厉害了 镇江人爱吃面也会吃面 接上大小面馆只要口味好 甭管位置多偏僻 照旧门庭若市 大华面馆旁边的老大华剧院已经有一百多年历史 对镇江人来说 红底金字的大华承载着老镇江人的记忆 而坚挺二十多年的露天锅盖面老店是味觉地标 从早上五六点开始 大华排队的人基本不断 被称为唤醒大西路早晨的面馆 不论英语绵绵还是烈日当头 时刻都如期而至 麻辣鲜 麻辣鲜 香干 这个蒜笼 好 蒜花 成菜 猪油放一点 猪油 这个是蜜脂酱 蜜脂的酱油 这两碗是我刚刚打的料 所以要我亲自去下一下 宽便宽便 宽的 要宽的 最宽的你要捞要快一点 走走 对 再放一下 可以 来来 摄一摄 这碗是你的 礼尖点单付钱 碗底满铺焦头 自家卤制的豆干 现捣碎的大蒜 芹菜 葱花 再加一勺自家熬制的酱油 流程绝不拖泥带水 是老店的骄傲 最后 记得配一根现炸油条 才算真正到位 油条就面条 这是同一回这么吃 但是这口感也不错 你们是经常来这吃面吗 对 经常南京出台 开车专门来 专门来 就放这一口 你觉得他们家面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 他这个还是酱油好 能在镇江面条界占据一席之地 没有两把刷子可真不行 董亮大哥究竟是凭借什么绝活 在镇江的面条界 站稳脚跟的呢 浓郁很复合的那种酱香味 50米开外里都能闻到这个味道 对 这个酱油可是珍贵了 对对对 你是不是得给它保护起来 早上我来我把门打开 酱油全给我偷走了 要监控看 哎呀 真的它夜里一点多 把我里面十几种酱油全部 弄麻袋全搬走了 这个人你说是有多爱你家这个酱油 面汤是制作锅盖面的关键 好的汤头口感更鲜更浓 董亮大哥的汤是如何收获粉丝的呢 他为了制作这碗面 质变了各个地方的特色面条 用了三年时间研制面汤 不断地调制面汤的配料比例 味道不好的汤一锅锅倒掉 目前它的面汤配料达30多种 你有没有定点的专门的买料 我料就在那里买的 买了二十几年 今天下午董亮大哥就要去尽料 我要一起去看看 配料的秘密到底是什么 各种各样山椒都有 这个是毛头 橙皮 山奈 对 它这个味也是比较重 好香 您是不是知道里面那个调料的配比 配比是老板知道 那他叫你加工你不得知道吗 我自己装 他装好了之后我给他加工 跟着董亮大哥去市场进料 我发现他买的都是最常见的调料 花椒 大料 香叶 茴香等等 那么常见的调料 如何进行不寻常的配比呢 对于董亮大哥来说 这是他多年的心血 那么大头 对 这就是咱们的酱油 这是普通的酱油吗 特别有当地酱油 现在就可以上炉子熬了 现在要加水 这个水和酱油的比例有没有讲的 有 要多浓 这个就不能告诉你了 到了关键时候 大哥还是没有告诉我 有不能告诉的 也有能告诉的 市场上采买的一堆香料 每锅汤至少用500克 但不是这锅汤的核心 镇江本地的酱油 那才是 不需要放盐 只需要在熬煮的过程中 分次适量加入清水 一锅董家密制汤底 就打了个好基础 白糖跟红糖要掺着 对 我按比例来摆的 比例又是不能说的 加入红糖使汤色更红润 加入白糖使汤更鲜亮 酱油在高温中由生变熟 汤中加入酱油便是 董亮制作汤底的秘诀 每碗面都要加入秘制的汤底 然后冲入面汤 瞬间酱油的香味 在碗中弥散开了 热爱创新的董亮大哥 正在创新一种面 十全十美面 十全十美菜本来是 董亮妈妈的拿手菜 只要将十种荤素搭配的菜 麻到锅中煮就可以 而今天 董亮大哥就要将这道餐桌硬菜 变身为面焦头 香肠 猪肚 芳花菜 肉丝 香菇 这个是白果 都是特别鲜美的 对 有荤有素的 十全十美 十种食材 先从哪个开始 上面看这个 香肠 这俩是放一块炒吗 放一块炒 好的 一家人眼巴巴在里头等 对 熬了那么久的那酱油 来尝尝 各种香料 香料的味道 还有食材的味道 带一点点甜的那种 鲜甜的味道 十全十美 十全十美 这趟镇江调查收获满满 花费三个小时制作的手工面 我不仅品尝到了珍贵的麦香 更被成功捡师徒 精益求精的制面精神所打动 不仅如此 在镇江有面那也得有汤 董亮大哥前心钻研多年的面汤 成为镇江人早餐的念想 我们要调查的下一站 是湖北省襄阳市 据说襄阳人的一天 是从一碗香辣诱人的牛肉面开始的 那么咱们就赶紧先去尝一尝 这碗最受欢迎的襄阳牛肉面 而要找到最有特色的 襄阳牛肉面店 那就一定要去感受感受 一大早排队吃牛肉面的场面 你看这这么多人排队呢 得好像先买票然后再过去 12是吧 12块钱一碗牛肉面 这汤 这那里面那一大块那是什么 它是牛油 这个汤里就有那牛油的是吗 对 谢谢 看起来好丰盛 那么多牛肉 你看 但是这看起来好像应该会很辣的样子 有点那个火锅底料的感觉 待会尝一下会不会很辣 你看 这里可以自己加香菜 但是我在想这么一大盆子的香菜 这一天得卖多少碗呢 不过我还真挺喜欢吃香菜的 来 满满的 很香的味道 热气腾腾 人气爆满 周围吃面发出的特殊声音 此起彼伏 这是香阳美食带给我的第一印象 先不说香阳牛肉面味道如何 但是从人声鼎沸 场面火爆 就能看出这种美食有多么受欢迎 在有一街一桥头 这块巴掌大的地方 有十几家大小牛肉面馆零次致笔 据说有很多老香阳人 每天早上必须赶到这里 吃上一碗牛肉面 否则一整天浑身都不舒服 这一大早起来 买碗面跟打仗似的 太不容易了 终于拿到了 首先这表面这一层你看 这满满的都是牛肉 牛筋啊 哇 真的是料太足了 这底下这个面都是红红的 这有一点了 但是没有那么辣 它更多的是一种特别的香味在里头 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吃火锅 有的时候也会在这个火锅里头下面条嘛 这个感觉就像是吃着火锅 这串着面条的感觉啊 来尝一口这牛肉 果然是啊 首先这个肉吃起来真的是特别新鲜的感觉啊 那个纤维感十足 哎呦 黄酒 这是黄酒啊 你看 其实这个酒啊 它的这个碗是跟这个牛肉面的碗一样大的哈 这有度数啊 好 没啥度数 没啥度数啊 大碗牛肉面配上一大碗黄酒 牛肉面入口浓郁刺激 黄酒下肚 香醇甘甜 还真是奇妙的能量早餐搭配 而最让我感到好奇的是 湖北是全国文明的鱼米之香 面食为何成了人们的最爱 这碗面条又为何兼具北方面食的口感 与重油麻辣的味道 我想答案一定藏在厨房里 哎 大姐 这个就是咱们用的那个面条是吧 对 我就觉得它跟这个普通面条不太一样啊 你看现在看起来这个样子有点像 这热干面没有煮的之前那样子是不是 这就是 这黄黄的干干的那种是吗 它叫碱面 这个是叫碱面是吗 您说 就跟普通的面条不一样 这个是那种油一点感觉是不是 对 油盘过的 油 这是油盘过的 对对对 以前他们都叫做窝子面 叫什么窝子面 窝子是什么意思 就是这窝子在这里面 这个融细就叫窝子是吗 对对 在这里面捞出来 这位侯心燕大姐告诉我 湖北当地人大多习惯把碱水面拌上麻油 晾干来保存 吃的时候放进窝子里 沉入滚水一捞就可以了 所以这种面条也被当地人称为窝子面 这和制作武汉热干面所用的面条一模一样 当地人将窝子面与重油重辣的牛肉牛杂组合在一起 成就了这里经典的美味 我还有一点汤 成一点汤 对对对 沉一点 倒 这是倒上吗 倒上 少倒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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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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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味更入味去 等于底下先给它入点底罐再吃吧 对对对对 就是口味比较重的 对对对 可能会比较喜欢这个 是吧 是吧 所以再加这个肉 用勺子的话加多少 八块左右吧 八块 一勺子八块 这得有点水平 我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这点差不多吗 差不多 差不多 可以吗 可以可以 然后再加一勺汤 对 这个汤你看上面有油 底下汤要给它撇开一点吗 还是说直接 要带点油 带点油 对对对 一半油一半汤 就浇上 这样才有刚刚那个红的颜色吗 对对 明白了 听侯大姐说 一碗香羊牛肉面正不正宗 最重要的就是看着牛油汤 是不是地道 首先是要把新鲜的牛腿骨砍开 经过三四个小时的大火烹煮 熬出奶白的牛骨汤 而油香和红亮的颜色 则来自于精心烧制的牛油底料 做法和烹制重浸牛油火锅底料很接近 要将熟牛油放入菜油中慢慢化开 在葱 姜 豆瓣酱 辣椒酱等配料的辅佐下 香味扑鼻 色泽红润 最后再将滚开的牛油 倒入辣椒面里迅速搅拌 油花爆裂的鲜肖之后 经过冷却 颜色呈红 味道浓郁的牛油底料就做好了 大姐 这个牛油什么时候往里加呢 现在就可以加了 现在就可以加了 都倒进去吗 可以吧 都倒进去 好 好 要给它搅一下吗 让它自己慢慢化 让它自己慢慢化了也行 是吧 感觉真的就是一个大火锅的感觉 在这家小小的面馆里 每天早上 牛油底料的消耗量都极大 有很多会吃的老襄阳人 甚至会要求老板加双份的牛油 肉料也是一半牛肉 一半牛杂 据说这样才能吃出牛肉面的精髓 说到牛肉牛杂 这可是侯大姐的丈夫 赛玉彪大哥最擅长烹制的东西 让我感到惊奇的是 她采购原料的地方 离面馆不到十米远 所以这条街上都是卖牛羊肉的 对对对 像咱们做牛肉面的话 用什么部位的肉比较合适呢 像这种乐巴呀 叫什么 叫肋巴什么 肋巴 对对对 为什么呢 它做出来比较劲道不掐牙 就是吃起来只觉得有筋有肉的那种 对对对 比较软烂是不是 对 有这样四个炖汤 紧紧短一点的 筋多的是什么炖汤 它会出那些胶质 有脚质 胶质 对对对 你的屁股也好 吃了也好吃 是吧 感觉这一条街都是卖牛羊肉的 那一条街都是卖牛肉面 开牛肉面馆的是不是 是 仅仅一街之隔 就是卖新鲜牛羊肉的店铺 食材采购与制作几乎实现无缝连接 难怪这牛肉能如此鲜嫩入味 赛大哥告诉我 在计划经济时代 牛肉供应量有限 牛杂慢慢得到了人们的青睐 所以在各家面馆里 牛杂面的受欢迎程度 丝毫不输给牛肉面 而炒制牛杂面臊 则是赛大哥的一门绝活 干辣椒 豆瓣酱和红油交融 鲜嫩的牛杂上下翻滚 把湘洋人的重口味 全部表露出来 火 赛大哥 您炒这一大锅 这是牛杂是吗 对 为什么要一次炒这么多呢 这个吃不完不就坏了吗 这炒 晚个两三天吧 两三天就能卖完 对 那生意太火了 那您有没有算过 这一锅大概能有多少碗 五六百碗吧 五六百碗是吗 两三天就卖完吧 要不我帮你炒一下 好吗 来 试试啊 不行 这一般人是我的鸟鸟啊 对 我又不是一般人 来 让我试试吧 好吧 好 带有点巧劲 对 这主要是让它兜底嘛 对吧 对 然后呢不要扒锅 对不对 对对对 其实还是除了巧劲 还是得有点劲的 是不是啊 直径一米二的大铁锅 一次炒制约五十千克的牛杂 这可绝对算得上是个体力活 就连经常健身 力量不出小伙子的我都有些吃不消 而赛大哥每天都要重复如此辛苦的工作 他告诉我 襄阳人吃牛肉面 吃的就是一天的好心情 无论是湖北襄阳还是江苏震江 都让我感受到当地人对面食的热爱 以及致面匠人对手艺的极致追求 做的人用心 吃的人开心 这碗面不仅是一座城市的味道符号 更是连接人与人的纽带 我的同事杜宇阳看到我风风火火的探寻面条的味觉密码 他也要加入进来 他说 在浙江省离水市的松阳县 有一种传承了百年的面 它的焦头有着极其诱人的色泽 那还等什么 跟着他继续出发 走在县城的老街上 让我有了一种穿越时光的错觉 在这老街上会有哪些传承的老味道呢 正在我逛得有点饿的时候 一阵浓香飘进了我的鼻腔 好 小伙子尝尝我老天的面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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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尝尝 谢谢阿姨 哇 这是 这是肥肠 这大肠 尝尝 哇 好香啊 一点大肠那个腥味都没有 就大肠本身那个自爱的那个香味 尝一下这面 面条口感适中 不过分强调韧性 也不会太过绵软 吃起来能体会出一种灵巧的弹性 我更好奇的 还是店家到底用了什么方法 把大肠做出如此惊艳的脉象和浓郁的口味 正在店门口忙碌的这位阿姨叫尹爱和 她是百鲜面的第四代传人 阿姨 你这个面太好吃了 尤其那个大肠怎么是那个颜色的 你现在还做吗 我能看怎么做的吗 我现在很忙 我客人很多 你去问我老伴吧 我们是女主外 男主内的 女主外的 是的 好好好 做酥在里面的时候 是的 是的 好 我去找她的 那你先忙着 好 颜阿姨直接让我去后厨 一探究竟 正在切大肠的这位大叔 名叫周景基 是颜阿姨的老伴 她说处理大肠有自己独特的秘诀 首先要用不间断的活水 清洗大肠 洗干净后 再用煮完面的面汤来焯 因为面汤中有许多细小的 淀粉颗粒 在煮制的过程中 这些颗粒会在大肠壁上 反复碰撞摩擦 能够起到刮除油脂的作用 那么这大肠到底是怎么变红的呢 是这个吗 对 那个酒粗 酒粗 因为用酒粗烧之类 我知道的就是用酒粗烧 这是红酒粗是吗 对啊 红水跟糯米酿就行了 香啊 周大叔告诉我 红酒粗是红酒酿里 沥出酒后剩下的部分 因为在酿酒的过程中 加入了红酒区 所以才会呈现出鲜红的颜色 红酒粗不仅能给食物 带来诱人的鲜红色 在烹饪的过程中 还能起到去除腥骚和提鲜的作用 那现在就可以把这个酒粗放进去是吧 不要太多 这个可能加个三分之一就挺多的 这一碗的三分之一 对对 这一番没事吧 对对 您有指挥着啊 要用手脚吗 对 对 用手脚就行 能吃干净的嘛 对 就是搅匀 对对 搅匀 一定要把它搅匀 搅拌均匀 我终于明白 我吃的那碗面 大肠的那个腥的味儿 特别少是什么原因了 首先是处理得特别干净 再一个就是加入这个酒粗 它本身就有一个去腥的这样的一个功效 对对对 大肠的腌制时间 要根据不同的季节来决定 冬天要腌一整天 而夏天只需几个小时 腌制后的大肠 还只是略带红的颜色 在锅里 爆香姜蒜和各种香料 然后倒入大肠快速翻炒 这时 混合着酒香的诱人香气 马上飘散出来 在炒制的过程中 大肠中的水分会慢慢变少 大肠的颜色也会越来越红 熟透后 就变成了这种浓烈的赤红色 不过这还不算完 还要将卤好的大肠 放入高压锅焖制 趁着这个时间 周大哥要开始制作 百鲜面的另一样焦头 不过这食材 看上去可有点生猛 这个肉看着就过瘾 你见过五花肉 切这么厚的吗 这个肉放油锅里炒 本来里边就是猪油 然后再放这个炒这五花肉 好香啊 香香香 这味道好做的 渴水流出来没油 流出来了 流出来了 你放漏了吧 好嘞 小心 好了 把这么大块的烧肉 当作面焦头 我还真是第一次见 听周大叔讲 因为面条本身没有什么味道 所以焦头就必须要够味 食材货真价实 分量十足 而且焦头必须是 当天现烧现吃 没想到 看似普通的一碗面 背后的制作 却是如此讲究 不过这么复杂的工序 在老两口的分工协作下 却也井井有条 那边后厨我看明白了 我这跟您忙活忙活呗 但是我刚才吃那些面条 我觉得太好吃了 就既筋道还软 这个擀好了 这个可以切 你可以试试看吗 我看看 你试试看 一定要庆了 不庆了 你就面拉不过来了 这么快行吗 说实话 和我印象中的那些 五花八门的面条做法相比 延安一家的这种面条做法 并不怎么特别 不论是三揉三形 还是这一切一撑 看起来都略显普通 不过将这些简单的技术 揉合在一起 恰恰达到了一种完美的平衡 绵软的面饼 必须要用极快的速度 才能顺利切开 稍一犹豫就会影响造型 撑拉的手法并不华丽 但力道和幅度 都可以影响面条的口感 我太工就做这个面了 太工算一下 第四代人了 所以一百多年了 一百多年了 那个百鲜面 我外国名字就叫百鲜 先下百鲜 百鲜面馆就这样来了 那这个下一杯可怎么办 下一杯 我现在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年轻人都不想学 但是我觉得这生意多好 生意是很好 有时候真的来都来不及 虽然说到面馆 可能会后继无人的话题 严阿姨略显失落 但只要一开始煮面 她的脸上又迅速洋溢出 幸福和热情 这料都齐了是吗 各种各样的面都有了 都有了 那我都加行不行 可以啊 那就叫全家福呀 全家福呢 这回来是全家福 好的 完美了 奔走了啊 好的 全家福的福字 应该是幸福的意思 这一碗面条真的是 诚意满满 一头猪身上最好吃的部分 全在这碗面里 而且每一种食材的做法 都不一样 吃下来真的太爽了 但是可惜的就是 像这么好吃的一碗面条 可能以后就再也吃不到了 阿姨刚才也说了 她的女儿也不想接受她这个店 所以现在是最宝贵的时候 我还有幸能吃到这样一碗面条 不说了 接着吃 吃着这一碗让人幸福满满的面条 我的心里却百感交集 这间不到20平方米的小店 承载着几代人对美食的执着 和对传统的坚守 可能在很多年之后 这鲜红的鲁大肠 肥而不腻的烧肉 也许会成为只存在于记忆中的味道 这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 是一种追不回来的美好回忆 要说探寻面的制作记忆 有一个省是一定要去的 就是陕西 陕西主要农作物是小麦 所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对面食文化 也开发出了属于自己独特的风格 在陕西省汉中市阳县 据说这里的面条对时间的要求非常高 甚至到了要追着太阳跑的程度 刚才看了半天了 但是你们的动作太快 这是高麦人 高麦人 这个茶厂 它有个团权 又是茶厂 又是团权 茶厂 团权 那种茶厂 团权 然后那个肺炎 几个小时以后 染到一块 屋里这位严建林大叔正在做的 就是筋道爽口的阳线挂面 阳线挂面 耐火而不糟 回锅而不烂 为了探寻这种美食 我早上六点就来到了面条作坊 没想到 严大叔早就已经开始了 这道叫做上棍的工序 看着这粗粗的面条 我怎么也联想不出 它和院子里那些细挂面的关系 难道挂面 就是用这么粗的面条拉出来的吗 那这面的质地 得多有弹性才行呢 再一看严大叔手里的动作 这缠面条的手法 真是让人眼花缭乱 插插 这是叉 是吧 然后这是叉 是吧 是吧 对 对 对 再搓一点 插插 这是叉 然后这是叉 是 然后这个是叉 不醉了 是 来了 干嘛 干嘛 擦擦擦 你 对 擦擦 又是插又是圈 严大叔告诉我 这些粗面条 从昨天下午醒到现在 眼前的这一步 是防止面条粘连的关键 之所以要做这么快 那是因为上棍的工序 要在早上六点半之前 全部进行完毕 否则就赶不上最好的阳光了 我这些粗面条 是 我这些粗面 我几个小时 它们染了一条 哦 果然上面刚刚它粘 然后就往下撑 撑出来 这一下感觉好贵呢 哦 这其实中间给它分开 哦 我看到了 我现在明白那个叉叉圈圈 为什么那么 最近呢 要找这个规律去缠了 但交错着来 所以这个面条 不会粘 如果要是都缠的 一样的一个规格的话 它最后真的会 面条和面条之间有粘连 你看这时候 只要一撑 这一面 哎 就会分开了 哦 撑开的面条 从外形上 已经越来越接近 院子里的挂面了 严大叔告诉我 此时的面条 已经具备了一定的韧性 但为了在正式晾晒之前 让面条的质地更加均匀紧致 还要把它们挂在室内的一个大槽里 放置一会儿 让面条自然下垂 至于放置的时间 就要看外面的天色了 听严大叔讲 当地人之所以说 挂面是要追着太阳跑的美食 那是因为一切的准备工序 都要在正午之前完成 保证阳线挂面 正宗地道的最重要因素 就是中午最强的阳光 现在转微 现在扎盘 在扎盘所 现在扎盘那边 ind comprend iff 拉上 拉上 上去 好 回家 再給他擺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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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擺 好就把也放下來 好 這麼麻煩了 算了 這就放下來了 再扯一扯 那就下來下來拉 等下了 好了 可以了好 那你給你擲個飛 還是這樣 手把擲個穩住 啊這樣 往下的花 往下上 上 上 然後上 上 上 輪到頭 這 放上面 放上面採一下 對 一點採余不能有 說時間是決定掛面成敗的關鍵因素 一點也不為過 我給您盤點一下 和面 醒面 就要三個小時 之後還要經過扯條 五條 盤條 上棍 拉面 晾晒 切面等十幾道工序 掛面才算是大功高成 掛面是當地人日常的主食 村裡每家作坊生意都不錯 嚴大叔在外打工的兒子 有時會回來幫忙 全家人熱火朝天的一起忙活 食物就是這樣 給你的不僅僅是果腹的感覺 還有辛勞的味道 叔叔來 快您跟您坐 我問一下 我問一下 咱們這是算哪頓飯 中午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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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午飯這個得吃 忙忙 大大大麵麵糰拿出時間來 就充時間吃一口來 是吧 那行咱趕緊吃吧 這麵糰肉咱們自己的麵糰是吧 自己的 就是曬的這個 我嚐嚐 吃吧 口感跟一般的吃的手感麵啊麵條 它真不太一樣 它不一樣是吧 對 它柔忍賞滑 就是它介於有韧性 和那個又很嫩 這麼一個中間質 口感吃起來特別舒服 你平時中午就吃這麼簡單 做飯時間長了 可能那個光線是不是不夠了 是 時間太緊了 一碗麵條 極簡的做法 卻剛好能吃出本真的味道 我本以為 吃完這頓吃來的午飯後 可以略做休整 沒想到 嚴大叔一家 又馬上投入到 掛麵的製作當中 下午的工作 似乎比上午更加繁忙 全家人不僅要為第二天 製作掛麵進行準備 還要回收已經晾曬好的一批麵條 一家人每天都要從凌晨四點 忙到太陽落山 日復一日的忙碌 並沒有打磨掉 他們對生活的熱情 忙碌之餘擠出時間 聊聊對美好生活的期盼 這就是他們最真實的生活狀態 天地之脈 孕育萬物生靈 人間煙火 玩味方寸之間 菜裡菜外 品讀奇妙人生 味道珍選版食材篇 帶您探尋山水風物 成功剪食圖 堅持用傳統方法製作手工麵 每碗麵花費三個小時的製作時間 搭配極簡的調味品 成就鎮江人對原始麵香的記憶 董亮大哥每天賣出八百多碗麵 成為鎮江美食地標 奧秘就在於他用二十多年的時間 研製出的配料多達三十多種的湯底 襄陽人在窩子麵中 添加一口重油重辣的牛肉牛杂 喝上一大碗黃酒 在齿尖刺激的醇香味道中 開啟美好的一天 松陽的尹阿姨和周大叔 用傳承百年的手藝製作麵焦頭 用紅酒驅製作大腸焦頭 讓這碗麵顏色濃艷 聚集肉香和酒香 成為松陽人最難忘的家鄉味道 漢中陽縣的尹大叔一家 歷經十幾道工序 製作細茹銀絲 筋道滑嫩的掛麵 這是在時間的追逐中誕生出的美味 每一種麵在不同的食材和調料的作用下 呈現出不同的味道 一碗麵裡 一頭牽著是家的味道 一頭纏著是油脂的情懷 更有深深的兒時記憶 一碗麵一種情懷 紅酒 一碗麵 一碗麵 感谢观看